好 各位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 网上课程 zoom的 inchoway的课程 那我是康师傅 那跟大家呢 分享刚才所讲的一些 在疫情的这个笼罩之下 我们呢就是 尽量不用出去 就不要出去 记得不要爬爬走 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 是没办法听取 我们的一些意见 还是有时候照出去 所以呢我时常有听到 很多的一些朋友 亲戚在那边 在那边埋怨 为什么他家的老的 常常出去讲都不听的 没办法 他们已经年纪大了 他们的分辨 不是他的那个什么 分辨的意识 已经开始 退化了 所以呢他们真的分不出 好坏 或者是严重性 而且他的机性呢 也是开始退化 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年纪大了 只好怎么样呢 只好多次 我们的果油 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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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细致 就是说 让 不让他 继续的恶化下去 不然的话 他最后的 那个情况 就是 变成那个 所谓的 痴呆的问题 就产生了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就必须呢 能够做得到多少的 尽量做 尽量的去做 而且呢 在这段时间来说 好像我们现在的情况 OK 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注意 相信大家也知道 每一天 几乎 我们打开这个 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都是 讲 有关于 现在的疫情的问题 都很想 很少说 讲其他的问题 对吗 以前都有讲 其他的 好比如 车祸 或者是心脏病 现在好像 车祸没怎么听到 全部都是讲 现在 这个疫情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怎么样 大家一起要联名 要签名 已经到15万了 现在的疫情 已经升得很高 大家都很慌 那个疫苗几时会到 那么 这个都是政府的安排 我们是没办法去控制 所以呢 我们现在目前 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自己呢 的健康提升起来 把自己的健康提升起来的话呢 最主要 还是什么 还是呢 基本那四个动作 OK 那四个动作 就是睡眠要搞好 尤其是你第二天 要打疫苗的时候呢 真的睡眠 一定要把它搞好 然后呢 除了睡眠 可以提升 我们的免疫能力以外 因为睡眠呢 它是 可以呢 修补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 一些受损的细胞 一些受损的一些器官 所以呢 我们必须呢 要很好的休息 要有一个很好的休息 你有看过人家 开着车的时候呢 在修理车吗 没有的嘛 对不对 通常一般上都是 车停下来之后 引擎冷了下来之后 我们才去修理的 对不对 就好像人体一样 所以呢 我们要透过休息 才能够修补我们的身体 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说 明天你要打疫苗 或者是平时 我们都要 好好的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那运动方面呢 虽然不能外出 但是我们在房内 在室内都可以 做一些运动 OK 都可以做 而本身呢 很多运动的方式 在室内进行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 这个YouTube呢 看到非常非常的多 你要练 三头肌 胸肌 六脚肌 什么肌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念到 只要你有恒心 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去做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不能出去 你时间会很多 所以与其是花一些时间 看一些对方直播 卖东西的话 倒不如自己提升自己的健康 提升自己的健康 那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心情 跟一些饮食方面的注意 其实饮食我为什么会再把它带到最后来讲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饮食方面 有关于饮食方面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司 已经超过一年或者是两年的朋友 在这个线上的 当然知道 我们当然要吃我们这些营养丰富的 比如Cellbro 或者是Inchart Oil 或者是这个Rich 或者是这个东宁 或者是这个Inchart Card 这些的产品都对我们身体都很好的 尤其是今天可能我们的总裁会跟我们分享这个Inchart Card Inchart Card的话呢 如果今天你透过总裁的分享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透过重播 又或者是在Inchart Oil的Santian Perhat的YouTube OK?YouTube里面的Inchart Oil Santian Perhat的那个网站 网站里面呢 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OK?很多很多的资料 OK?记得 Inchart Oil Santian Perhat Inchart Oil Santian Perhat 在里面有很多我们老师所讲过的课 都在里面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饮食方面的配合是很重要 除了我们本身当然 有些新加入的新进来的 也不知道我们哪一个食品会 会很好的 都是在犹豫 不过我也相信马来西亚人呢 在这里来说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是完全不吃营养的 对吗? 我相信实际上最少都有75% 全马来西亚最少都有75% 那么这个已经是 这个最基本的 OK?最基本的 不过怎么样都好 我们除了要吃一些营养 吃一些好的食物以外 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不好的食物 因为不好的食物呢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也会让我们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 也让我们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 那今天来说呢 我也就是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话题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我本身的今天的课程 那已经进入了这个 PPT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所要跟大家说的 一些所谓的免责声明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尽可就是可以给大家 做一些意见的提供 一些所谓的资料的提供 参考 并不是说一定要以它为主 如果是真正发生一些 紧急性的状态 那些状况 最后还是要咨询 专业的义务人员 OK 专业的义务人员 因为我们所负责的就是 治危病 那么义务人员就是治疑病 那一般上来说呢 我们就是做一些预防的 当如果你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 这个你就是要去找医生 找一些医务人员 专业的医务人员 OK 好不好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是有些新朋友的话呢 我也是给大家 知道一下 我本身的一些 基本简单的履历 在这里给大家 看一看 我基本简单的履历 OK 好 那今天来说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 也就是九个浪尼 要马上 摄取脂肪酸的警讯 什么是脂肪酸 其实脂肪就好了 为什么多一个酸 对不对 这个是脂肪里面的一种营养成分 OK 营养成分 好 那一般上来说呢 我也相信 每一个人呢 都有吃一些食物 而这些食物来说呢 基本上 好像我们本身 现在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反式脂肪 我不知道 有些人有没有听过 这个反式脂肪 或许有一些人没有听过 有些人听过 什么叫反式脂肪 脂肪就好了吗 又反式脂肪 脂肪就好了吗 为什么有脂肪酸 脂肪也好了吗 为什么必须脂肪酸 为什么又不必须脂肪酸 为什么这么多 但是必须不必须 什么东西啊 对吗 什么东西来的 什么东东 我的unty 吃就好了吗 我为什么要搞 这么多麻烦的东西呢 只要给我知道 哪一个是对我的身体好的 好在哪里 对哪一方面好的 就OK了 我很难明白 什么叫做什么反式 什么什么 对吗 很多unty都是这样 有些uncle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也是可以简单给大家知道 不单单给你知道 也让你知道 你不该给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孙子吃什么 OK 你知道之后呢 你就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要给你的 这个孙子吃 这些食物 为什么不要给你的孩子 吃这些食物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反式脂肪 很多人都有听过 有一些人 有些人或许没有听过 那反式脂肪呢 其实它是原本一个 所谓的不饱和脂肪 OK 不饱和脂肪的就是说 它原本是一种 植物性的脂肪 OK 植物性的油 但是为了要让它 更加的耐放 所以呢 它必须要加工 不然的话呢 那些油一般上体验出来 很快会坏的 所以它必须 尤其是在商业方面 它必须要加工 加工是加什么呢 就是加温 就是氢化 氢化 hydrogenated OK 氢化 就是高温给它处理过 当高温给它处理过之后呢 这种油呢 它才可以耐放 它才可以耐放 所以呢 在市面上呢 很多食物都是 用这种所谓的 反式脂肪 来去制造这些饼干 面包之类的食物 那么这种饼干 面包之类的食物呢 它本身种类非常的多 OK 除了这个所谓的饼干 面包以外 还有就是一些甜点 一些咖啡的奶精 那么都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 所吃到的 我们或许在还没有上这个课之前 我们不知道原来这种食物是那么的危险 对吗 那么 这些 我相信 有些人有出国 有些人没出国都好 都在市面上看到 我看哦 这些食物通常一般上都是 40岁以下的人吃的食物 对吗 尤其是有一些 刚刚 身为人母的 他们在之前 年轻时候 也是有吃过这种食物 或许有一些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把它戒掉 还是继续吃的 是吗 那在这里的话呢 这些食物都是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OK 都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好 那么 这些食物当中来说呢 有很多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尤其是巧克力 巧克力呢 每个人 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吃 但是 它里面呢 制造巧克力的油 到底是什么油 这个我们就值得要去参考 其实很多巧克力呢 有80%以上的油 都是采用一种氢化油 来去制造这个巧克力 为什么 因为用氢化油呢 去制造巧克力的话呢 巧克力会可以比较耐放一点 那另外呢 花生炸过的 或者是一些薯条 洋芋片之类的饼干 这些呢 都是包含 这个反式脂肪的 一些成分在里面 它们本身是以100克 作为计算 100克 相信只有手呢 手这样的情况 只有手这样子的 那个容量 对吗 只有手这样子的容量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薯片 100克里面 有0.1到0.3 都是包含了 这个反式脂肪的 这个成分 这个 你会吃两三片吗 这种这么优惑的食物 相信也不会 可能或许吃一包 可能或许吃两包 对吗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是 半包以内的话 在卫生局的计算 它是说 符合安全水平的 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 如果你本身吃 超过一包以上 就是代表呢 已经超出危险水平 OK 已经超出危险水平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这个 我们有没有 吃一两片就 收工的 没有 对吗 所以呢 这个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那但是 这种食物 在包装袋里面 他们本身写的标签 里面写的 transfet 居然是0哦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OK 待会再给大家知道 那么 这些快餐 都是有包含 这个所谓的 反式脂肪 那 这些呢 面包 所有的 所以 自从 我认识了 加入了 鱼味公司以后 在研究着 这个脂肪以后 我才发觉到 原来之前 我喜欢吃的 一些食物 都是那么的危险 OK 所以呢 我现在 很少去吃 不是说没吃 很少吃 不过呢 大部分 现在吃的 那个味道 已经 现在 现在 已经 知道 它的 那个不好的地方 你反而感觉到 好像会很恶心 这样子 会很恶心 刚才那些 是零点多 现在这个 好像鸡尾包 OK 牛角包 够力吗 有谁喜欢吃 牛角包的 这个 你自己去看看 我们自己 知道就好了 可以呢 以后呢 就少吃一点 就是说 它以100克 作为计算 那么你就知道 它的危险在哪里 凡事 有包含 凡事 脂肪的 通常一般上 它都是 很脆的 OK 它都是 很脆的 对啦 它都是 很脆的 然后还有的 就是 你吃下去之后 咬多几下 它会黏你的 牙龈的 它的那些 零零碎碎的东西 都会黏你的 牙龈的 这个呢 你就要知道 它是有放 反式脂肪 其实 市面上 有哪一种 食物 面包 是没有放的 我告诉你 几乎都有放 为什么 因为它要 耐放 我刚才 不是跟你 大家有说过了吗 如果你要耐放的话 你就必须要添加 这种所谓的 反式脂肪 OK 才可以 那反式脂肪呢 它是指什么 奶油呢 那个白酥油 OK 那么还有呢 人家说白油 又或者是 那个 麻酯 这些呢 就是反式脂肪的 变身 它的化身 那么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 不只这种面包 还包括这些 我们平常很喜欢到那些 香港的茶餐师 所吃的一些食物 那还有 这些来说呢 它里面 就是有写着 OK 有这个所谓的 植物油 所谓的 氢化的植物油 OK 那或者是 你在这个包装里面 你所看到的这个 有写着 青花 半青花 hydrogenated 樱花 青花 大豆油 青花 叶子油 青花 棕榈油 青花 植物油 青花 接花油 植物性 乳化油 植物性 乳马铃 表示 它就是有反式脂肪 OK 虽然它本身 它的这个 标签里面 写transfes 是0% 但是 它是有写这个 就说明了 一般上 它们有一些隐瞒 这个其实也不算隐瞒 因为 卫生局 对 因为卫生局 它本身呢 有著名的 如果 没有超过0.5 OK 100克里面 没有超过0.5 的话呢 它们呢 是不需要 标明 在里面 有多少% 不需要标明 这个是 马来西亚的 这个规定 马来西亚的规定 台湾是0.3 马来西亚是0.5 所以呢 每一个国家的 卫生标准 是不同的 那么 这些所谓的 反式脂肪 对人体方面呢 到底有什么伤害呢 其实 它本身呢 是可以 提升 所谓的 低密度胆固醇 防止 就是 干扰 那个高密度胆固醇的吸收 是这样子 那 而且呢 本身来说呢 它会让你的肌受损 所以呢 常常吃 那些反式脂肪 成分高的人 他会比较笨一点 我不知道 你认不认同 可能你不知不觉 笨也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有些人 是否是 吃太多 这些反式脂肪 而到处呢 到导致呢 他现在 做出一些 很难抉择的 一些决定 OK 到这 我们现在 都是非常的 混乱 OK 好 那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 看到刚才的 一些图片 展示以外 还可以给你知道 就是说 这个本身呢 会让我们呢 出现一种症状 就是破坏 我们的这个细胞膜 而我们的细胞膜呢 真是有脂肪 组成的 有脂肪组成的 而脂肪里面呢 有大部分 都是以这个 Omega 3为主 有Omega 3为主 所以呢 你吃这些 反式脂肪的话呢 不单单 会伤害到 我们的身体 让它发炎 而且呢 它还会呢 妨碍我们的 这个高密度 胆固醇的吸收 那么 还有的是说 干扰我们的代谢 然后还有就是 干扰我们的 荷尔蒙的合成 那 这个呢 就是一些 网上的一些数据 他们说 反式脂肪 多吃了会变呆 所以呢 这个你们要注意咯 目前在新加坡来说 他们已经列了 很多的食物 都说 这些 冷冻的 冷藏的肉 或者是一些蛋糕 三合一的咖啡 饮料 巧克力 有一些花生酱 或者是 就是说 creming的那种 饮料 都会有包含 这些反式脂肪 在里面 一些成分 在里面 这些都是一些数据 那么 在这里的话呢 OK 给大家看一下 那 如果呢 你本身呢 买一包 这个薯片 或者是 你买一些 食物的话呢 你不妨呢 多学一下 看看 这些标签里面 到底有没有 写了这些东西 在里面 OK 有写了这个东西 在里面的话呢 就证明 是什么 就证明呢 它是有这个 反式脂肪 OK 就证明它是有 这个反式脂肪 那么 你看看 我们画的这个黄线 transfert 有没有看到 transfert 0 gram 或者是0% 这个就是代表说 一定的标准之内 不需要标明 不需要标明 但是 如果你看到 这些 所谓的 隐藏式的一些文字 那么 就代表呢 其实 它本身 是有反式脂肪 只是反式脂肪 它的声音 不好听 它的名字 不好听 所以呢 改了一些 很好听的名字 就是 氢化脂肪 部分氢化脂肪 植物起酥油 部分氢化植物油 氢化植物油 这一类 的文字 OK 让你们觉得 诶 不错啊 很好听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 不清不楚的话 分分钟 你吃了 这些反式脂肪 你也不知道 对吗 你也不知道 那么这些反式脂肪 来说呢 你要知道 很清楚啊 就很简单的 其实 我们可以 做一个实验 市面上 我们本身 有两种 这个奶油 一种 叫做 margarine 一种呢 就叫做 butter 对吗 一种叫butter 一种叫margarine 那么margarine 跟butter 你试试看 你拿 牛油刀 两个都 挂起来 两个都挂起来 好像我们图中 这样子 两个都挂起来 然后呢 我们就用温水 去冲 温水的温度 大概是30度左右 30度左右的温度 你用温水去冲 结果你会怎么样 你会发觉到 动物的butter 动物制造出来的butter 它是可以溶解的 而本身呢 植物经过氢化 以后的油 它是没有超过 45度以上 它是不会溶解 也就是代表说呢 如果今天 你吃下去 很多 你在外面 茶餐室 吃烧面包 碳烧面包 加了很多 的 很厚的 这个 白鸚啊 白鸚啊 这些 牛油 OK 然后呢 再加上厚厚的 那个gayang 这样子吃下去的话 高糖 高 高脂 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又碳烧 你吃下去 通常会让你 造成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些 不会被融化的油啊 这些不会被融化的脂肪啊 很难融化的脂肪啊 会跑去 你的身体 容易储存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肚男 OK 就是你的肚男 所以呢 你会知道啊 到时候 你的肚子 一天比一天 大的时候呢 那么 你就要知道 你吃了很多的 反式脂肪 OK 你吃了很多的 反式脂肪 这个呢 就是 代表说啊 它 已经开始 在你的身体 发挥的作用啊 所以 尤其是 MCO的期间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今天 你发觉到 你肚子开始大了 你就要小心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发觉到 为什么他们要采用呢 既然是这么不好 为什么要采用 是吗 会让人家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要采用 对吗 那我可以告诉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成本很低 OK 它的成本很低 好 几乎是一半的价钱 跟其他的奶油来比较的话 是一半的价钱 它可以省一半的价钱 如果是以 做生意来说 在商营商 身为一个商人 他必须要以利为主 对吗 所以呢 在这一边 这一方面的话呢 他们必须选择 成本低 的 成本低的材料呢 来去做他的东西 来去做他的东西 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 你无法避免的 要成为一个商人呢 成功的商人 必须要伤害到人 才能够成为商人 不然的话 怎么叫商人 对吗 一定要伤害到人 才可以成为商人 你明白那个商的意思 好 那么用这种油 做出来的食物 通常一般上 都会很难耐放 所以呢 你看 我们吃的 麦当当的薯条 如果你有一天 不小心 放在角落间的时候 丢在角落间 一年以后 你再回去看 蚂蚁 第一 不会吃 然后第二 它不会发霉 到一年之后 它还是 漂漂亮亮的薯条 为什么 因为它的外面 有包了一层 很漂亮的糖衣 就是反式脂肪 因为它用的油 是用反式脂肪制造的 用反式脂肪制造 做出来的油 拿去榨这个薯条 才将它保护起来 让它放了很久 都不会坏 所以市面上 有一些公司的面包 它们也是同样的 你看 放了一个礼拜 还是软软的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吃过 有一种面包 放了一个礼拜 还是软软 还是白白 很白的 因为它放了漂白剂 再放了这个反式脂肪 放了柔软剂 所以它才会有 这样的效果出来 一个礼拜还是这样 这个那么你就要 要注意咯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讲的话 你没有留意到 它的问题 你没有留意到 它的问题在哪里 声音很小 声音很小 声音会小吗 如果声音小的话 你给我打222出来 OK 没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这里的设备 全部都已经弄得很好的 而且我告诉你 我也是找很 很好的一个地方 来去做这个 zoom 因为物球呢 不要说中间卡卡卡 这样子 有时候看到很卡的时候 你会很显 虽然你很想看下去 但是因为卡卡卡卡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心了 所以呢 这一方面是一定要 要做到 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 那一方 就是这个 谢谢 谢谢 林培兄 那么在这里的话 他们用这个 反式脂肪 做出来的糕饼 做出来的这个面包 很脆口的 我告诉你 一次下去 你感觉 真的 哇 很好 这样子 我不会做 怎么去形容 不会怎么去形容 这个来说呢 一定要给大家 听一听 那个感觉 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 你才知道 它是如何吸引到人的 如何吸引人的 那个情况 是如何吸引人的 这个我是要看看 有没有办法 让你 让你听听 那个声音 让你听听 那个声音 OK 那么 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 有放了一些 所谓的 反式脂肪的话呢 它会比较脆口 OK 它会比较脆口 这些脆口的声音的话呢 相信大家 也 也知道了 大概也知道了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声音 OK 到底有多好 OK 到底有多好 OK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听到 那个声音 就知道 它的那个感觉 哇 听到都爽 是吗 听到都爽 好 那 而且呢 还有就是 它本身来说呢 这个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 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个很受别人的欢迎 而本身呢 发明这个 反式脂肪的 一个科学家 也得到了 这个 洛贝尔奖 也得到了 洛贝尔奖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近时近乐 它的后遗症 很多 它发生的问题 很多 所以呢 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慢性疾病 或者是一些 心脏的问题 心血管 堵塞的问题 都是跟 这个反式脂肪 有关系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们 也要给大家知道 除了我们平时 吃一些 营养产品 或者是 Superfood以外 我们还是要避免 这些食物的出现 就是煎炸熏烤 而且里面还包含了 这些反式脂肪 这个我们 必须要严谨 严谨的留意 不然的话 你吃这么多 这些健康的食物 但是 你不知道 你吃的这些 反式脂肪 比你吃健康的食物 更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真的 很麻烦到时候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如果今天 你有摄取 2%的 这个 所谓的 反式脂肪 的话 我告诉你 你增添 心脏病率 高达 23% OK 高达 23% 就是在你的 总卡路里里面 只是 摄取 2%而已 2% 就会 让你增加 心脑血管的 风险 23% 所以 你说 多还是少 这个 可以让你知道 所以 今天来说 我们这些 反式脂肪 是对我们 身体危害最大的 而且这些反式脂肪 会 制造 一些身体的问题 而这些身体问题 就是 以下 我跟大家 所要分享的 9个 让你需要 马上摄取 脂肪酸的 警讯 OK 这些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 第一 你 时常 有吃 这个反式脂肪的话 通常 一般上 会怎么样呢 会很容易 觉得 饿 OK 会很容易 觉得饿 那 为什么容易 觉得饿呢 其实 真正的脂肪 来说 我可以 给大家 知道的 就是 真正的脂肪 来说 OK 我拍拍 先 真正的脂肪 来说呢 它会 让我们 有饱足感的 OK 真正的脂肪 是会 让我们 有饱足感的 会让我们 有饱足感的 OK 那 如果 它不是 真正的脂肪 的话呢 我告诉你 它会 妨碍 我们的 荷尔蒙的 合成 让我们的 脑袋 觉得 一直吃不够 所以呢 你才会 常常 觉得饿 所以 为什么 18672 的时候呢 当你开始 觉得饿的时候呢 只要你 吃两包 油过后呢 你就开始 在20分钟 以后 你不会 觉得饿 OK 是因为 真正的脂肪 能够让我们 有饱足感 好 真正的脂肪 会让我们 有饱足感 所以呢 记得 好 我们要吃 就吃 真正的脂肪 好 要吃 要吃 就是吃 真正的脂肪 好 那另外来说呢 除了这个 以外呢 就是 如果你 如果你 多吃了 这个 所谓的 反式脂肪 的话 那么 影响到 真正式的 脂肪 吸收的话 那么 会让你的 皮肤 觉得很 干燥 OK 不但如此 只要你 本身 少摄取 这些 所谓的 脂肪 它都会 让你的 皮肤 干燥 而且呢 会出现 那些 粉末 有些 甚至于 有出现 头皮 或者是 脚跟 破裂 或者是 长粉刺 或者是 皮肤的 一切的 问题 都跟 缺乏 脂肪 所 出来的 问题 得来的 OK 缺乏 脂肪 而出现的 一些问题 来的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你就必须 要知道 如果你 少摄取 脂肪 的话呢 少摄取 这些 所谓的 脂肪酸 你的皮肤 将会 很 干燥 很 黯淡 所以你看 我们 在 阴家 阴家 位里面呢 超过一年 以上的 一些会员 他们有 常常吃 这个阴家 果油 你会发觉 一样东西 那什么东西呢 他的脸 比平常人 会比较 亮一点 OK 会比较 亮一点 我们是说 他吃的 分量 很够 我们是说 他吃的 分量 很够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 本身 他不会 觉得冷 OK 第三 有吃 正式的 死房的时候呢 他不会 容易 觉得冷 如果 脂肪 不够 的人 就会 容易 怕冷 但是 有些人 会问我 没有啊 我的一个朋友 很肥哦 但是 他很容易 发冷 其实你要知道 肥的人 不一定里面 都是脂肪 或许呢 很多都是水 OK 那个就是叫水肿 不是叫脂肪肥 是叫水肿 水肿呢 是因为 他的细胞不健康 让你 让他 吃进去的 那个 吃进去的水分 没办法排出来 又或者是 他摄取的 钠很多 而造成呢 他的水分 没办法代谢 而出现的水肿 所以呢 这个呢 要让你们 有 要 让你们知道 有关于这一方面的 一些尝试 好 那有一些呢 是因为 他本身 油 不足的关系 而造成呢 他本身 容易发冷 所以呢 发冷的朋友 就是 少了这个油 但是记得 不是随便 哪一种油 都可以吃 等一下 你说 哇 就是因为缺乏油 那么我就去吃 我就去喝那个什么油 千里追风油 那够力了 你不是说油就可以了 我是说那些好的油 不是说千里追风油 你说你真的是吃了千里追风油的话 真的 你记得告诉我 到时候呢 我会帮你准备 那个救护车来帮你 所以呢 记得 这个不要乱乱吃 OK 那么呢 一般上来说呢 没有正式的脂肪来说呢 OK 没有正式的脂肪 一般上 他们的身体会容易觉得累 最主要 它本身的这个荷尔蒙 没办法合成 OK 没办法合成 而且呢 还有的就是 它的激励 会开始衰退 一天比一天差 它还会怎么样 打开冰箱 不知道要拿什么 拿着钥匙 我的锁洗还冰斗 我的锁洗还冰斗 就是这样子 又或者是 时常呢 在商场呢 找停车位 我的车停哪里 我的车停哪里 这个问题呢 以前有 以前的人有吗 没有的 我告诉你 现在的人就有了 为什么 就是吃了很多一些 加工的食品 吃了很多一些加工食品 导致出来的问题 不过我还会让大家知道 其实有一些 我们也疏漏的 那是什么呢 有些人如果家里面 或者是常常到外面 吃的一些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常常 帮称的那个小贩 他用的锅 是铝锅的话 铝锅 薄薄的 他们煮那个汤面 猪肉粉 或者是煮板面 常常用的那个锅 OK 就是叫铝锅 有时候他们煮肉骨茶的 那个锅也是叫铝锅 那些铝锅 他们所发出来的 这个化学物质 会导致中金属 影响到我们会 有这个智力受损的 那种情况出现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留意 因为很多东西 真的让你防护身防 OK 还有就是说 本身呢 除了你觉得累以外 就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受到干扰 那么还有呢 你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如果 现在在这里的朋友 OK 我看这里总共是121 对吗 对吗 121 对吗 那么这里121的朋友 如果 OK 如果你现在 已经不在这里呢 在到处看来看去 做来做去的话呢 你就是跟 这个里面所写的 注意力不集中 有关系 那就代表呢 你缺乏了这个脂肪酸了 OK 缺乏了这个脂肪酸了 所以要注意到朋友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就是第5啊 就是你很多的体重啊 在减来减去都减不掉 减来减去都减不掉 OK 有没有发觉到 有些人是有这种情况 我就看了有不少的人 有这样的情况 我看了真的有不少 这个这些人呢 都有这种情况 因为在我的手上的case呢 有很多 他常常跟我complain 为什么我减肥减来减去 都减不掉的 这样子来跟我投诉 那到后来呢 我当我仔细的去 看了他的这个 日常生活 跟他的这个饮食 饮食习惯之后呢 我给他的答案之后呢 他就点点不出声了 没出声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些东西他做少了 在这一方面他做少了 那不过呢 在这里呢 想跟各位呢 讲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 没办法解决 你目前的问题的话呢 你要知道 是因为你体内的温度 没办法处理 你那些多余的脂肪 所以呢 在这次来说 我们六月份开始的 这个18672 如果谁没有参加 而你本身身体又很肥胖的 没办法减掉你的身体的 那些坠肉啦 或者是脂肪的 你不妨哦 参加这一次的 这个活动 OK 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 18672 让很多人 没办法减肥的人 没办法收身的人 找了很多家公司 吃了很多家公司的产品 都没办法解决 他的问题的人 我告诉你 他们都在这个18672的活动 以下啊 就是以内啊 就是说 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很多很多 解决了他的问题 之前没办法 剪掉的 OK 没办法 找了很多家的这个减肥公司 用了很多家的公司的减肥产品 做了很多减肥的疗法 都没办法 剪掉他身上的坠肉的 透过我们公司的这个18672 马上解决了他的问题 所以呢 各位朋友 记得记得 如果没有参加的 赶快去参加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配套 数量是有限 数量是有限 所以呢 要就赶快 要就去赶快 那么 这个来说呢 记得 我们有很多 没办法解决的体重 是因为 有一些脂肪 很难消掉 所以呢 如果这次 透过我们的18672 再加上 我们用公司的 因加果油 我可以告诉你 OK 可以呢 在短时间里面 解决你的问题 可以再解决 你的问题 不过 先声明 有一些 不是一次就搞定的 尤其是那些 已经很顽固的 那些人 那些脂肪 很顽固的 那些人 他们必须要做 第二次 第三次 才可以解决 不过 怎么样都好 都可以解决 只要你本身 本身来说 有一定的耐心 去做的话 OK 两次到三次以内 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当然 如果你是 200多公斤的朋友 你也不可能 一次减掉 百多斤吧 不可能 对吗 所以呢 你必须要用的是时间 记得 要用的是时间 因为你的肥胖 并不是昨天 让你好像吹气球 这样 一下子出来的 它是慢慢累积的 OK 所以呢 你必须 也是同样的 用时间 来慢慢解决 你现在的问题 你要记得 OK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 让你知道 当你本身 缺乏脂肪的情况 你的视力会出问题 我手上有几个case 有一些有非纹症 有一些呢 本身呢 这个黄斑退化症 有一些青光眼 他们透过 一些脂肪 一些所谓的 好脂肪的调理 OK 好油的调理呢 都可以开始慢慢的改善 我的一个朋友的妈妈 也是 透过这个 婴加果油 来去调理 他的眼睛的非纹症 在三个月里面 OK 三个月里面 已经没有看到 那些一丝丝黑黑的东西 跑出来了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好还是不好 产品是会说话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些消化系统 有问题的 怎么需要问题呢 有些胃酸过多啊 那些胃的问题的 可以透过油来去解决 OK 透过油来去解决 有一些呢 因为缺乏脂肪的关系 而造成它没有办法去合成 脂溶性 没办法吸收脂溶性的维他命 因为呢 维他命里面呢 有几个维他命是脂溶性的 那就是A D E K 维他命A 维他命D 维他命E 维他命K 这四个脂溶性的 它是必须要靠脂肪酸 就是说所谓的 Omega 369呢 来把它带进去身体里面 进行代谢 跟吸收 如果你没有这个Omega369的话呢 它没办法被吸收 你身体其他的一些营养呢 也没办法合成 就好像我时常跟人家说的那些事情 今天有一连串的ABC组合 ABCDEFG OK 如果今天你要得到G的话 你必须要A加B等于C C加D等于E E加F等于G 才可以得到G 但是因为你A加B等于C C加不到D 因为D没有办法合成 因为它找不到好的材料合成 所以呢 C加不到D的话 它也没办法出现E E没办法出现的话 它也没办法跟F合成 没办法跟F合成的话呢 你的G就不会出现 明白吗 你的G就不会出现 所以呢 我们身体很多的营养 都是互相的帮助的 我们的身体的营养 都是互相的帮助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钙 没办法吸收 没办法达到好的效果 是因为它维生素D不够 其实也不算不够 只是有给它吸收 它没办法合成 为什么没办法合成 是因为它没有这个什么 脂肪酸 没有这个Omega 3 所以呢 它没办法合成的情况之下 自然也没办法制造更多的一些营养素 来帮助该吸收 明白了 所以呢 情况就是这样子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 很多老人家 在最后这个 老人家呢 他们都是 有关节疼痛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的滑墨组织 那方面发炎 OK 发炎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 跟吃有关系 因为吃的食物 里面的反式脂肪 或者是一些糖类 导致它身体发炎 而出现 这个膝盖的问题 所以呢 透过这个Omega 369呢 它是可以解决它的这个问题 OK 它是可以解决的它的问题 因为Omega 3 是有消炎的作用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当你知道你现在身体 有现在我所讲的问题 九个问题的话呢 那就代表说 你现在就要马上去摄取 这个脂肪酸 OK 脂肪酸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硬加果油 Omega 369 或者是 Omega 3679 那个所谓的balance OK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 因为很多人 他们都不懂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你没有来到这里上课的话 或许呢 你还是不知道 如果是你不知道的话呢 你唯一要知道是怎么样 透过网络现在做的直播 他讲什么 你就听什么 哇 这个这个好啊 哇 这个可以调了 我的脚不痛了 哎呀 我的头不痛了 哎呀 之前我很痛 现在不痛了 这种情况的广告 好 才让你去 OK 买嘛 对吗 对吗 好 就是因为本身来说呢 你对这一方面的不了解 所以呢 人家说什么 你就 哦哦哦哦 这样 但是呢 适不适合你 又或者有没有以上的效果呢 这个 真的很难知道 啊 所以呢 我们要 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必须 要有这一方面的尝试 啊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身体的问题 都是我们的细胞那方面有问题 OK 细胞那方面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细胞呢 没办法怎样呢 没办法吸收到 它要吸收的食物 它要吸收的食物 所以呢 才造成很多问题出现 其实我们身体很简单 只需要呢 吃 它要的食物呢 就OK了 它不一定要你喜欢 OK 只要你吃到 它要的食物就可以 而且它要的食物呢 只有六种 你的身体需要的食物 只有六种 那就是蛋白质 脂肪 纤维 矿物质 维他命 跟碳水 化合物 这六种而已 或许水 你常常要喝 因为水肯定要喝嘛 肯定少不了嘛 每天肯定会喝的嘛 对不对 除非你 你迷路在那个沙漠上 对吗 不然的话呢 其他的这个水呢 是必须 然后呢 其他的这些营养呢 都是一定要吃的 OK 如果今天你没有的话呢 并不代表呢 你明天不吸收 如果是连续几天 或者是连续一个月 都没有吸收到 以上的一些食物的话呢 你的身体自然会告诉你 OK 所以呢 在这边的话呢 你必须要了解 我们的身体 是很奇妙的 只要你 没有办法 给到他 所需要的话呢 他就会告诉你 但是他告诉你 你又不知道的话呢 你的问题就出现了 就很多出来了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你要知道 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你平常吃一些 你喜欢吃 而不是你身体需要的话呢 他就会出现发炎 当他出现发炎的话呢 我们的身体 尤其是肝脏那方面呢 他会分泌 那个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来去修复 你的发炎的部分 OK 但是他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才叫足够 所以呢 最后呢 就造成了 好像我们的这个图这样子 出现这些黄黄的东西 这些黄黄的东西呢 有十至八九呢 都跟这个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是有关系的 OK 那另外来说呢 这个血酸 OK 讲到这个血酸的话呢 我自然我就想起 前几个月 或者是前几个礼拜 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是烦的 很烦 为了这个东西都很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其中一种 英国的疫苗 他们听说 打了之后呢 会引发 这个心脏的问题出现 OK 而心脏问题出现 就是因为这个血酸 其实呢 我在这里告诉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的就是 就算今天 我们不打那个针 虽然现在说 知道哈 我们的这个针的 那个冰发率 就是这个血酸的 这个增加率呢 只有0.004 对吗 但是哈 我告诉你 这个是否是造成 你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呢 或者引发这个问题呢 这个并不是说最主要的 OK 最主要的就是 你平时吃的已经有了 其实我们的身体呢 已经有了血酸了 只是我们本身的血酸的地方 放在一些 会组存在什么地方 组存在一些 并不会威胁我们生命的 一些地方而已 OK 只是现在你打的这个疫苗 它是压死骆驼的 其中一根羽毛 就是那根羽毛而已 而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必须要了解 今天我们打的针呢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 而影响我们最多的 就是我们平时的饮食 而造成的问题而已 只是那次刚刚好 它是骆驼上面的那根羽毛 而造成的问题出现 OK 大家明白吗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发觉到 当我们吃一些不好的食物呢 我们将会出现了 这些堵塞的问题 发炎的问题 现在目前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注意一些发炎的症状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 这个情况 现在的这个情况 疫情的问题 我们尽量的真的 少碰煎炸熏烤的一些食物 尤其是那些反式脂肪 制造出来的食物 反式脂肪制造出来的一些食物 刚才就已经给你看到的 那些反式脂肪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来说呢 就会引发的这些问题产生 当然我们也知道 很多很多有关于 这一方面的问题 有些不单单是 这个反式脂肪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摄取过多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 这些高碳的食物呢 也会引发 OK 至于呢 更多的一些详细的 有关于 高碳水化合物的那些资料呢 我在之前的一些课呢 都已经讲过 所以呢 你只要呢 到这个 Inchoway St.Berhard的 那个YouTube的 那个里面 网站里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本身的一些 课题 OK 有关于这一方面的 那其实我们的血管来说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今天 我们本身的身体呢 血酸呢 已经是在很多地方 都已经有了的 只是在一些 不重要的地方而已 因为我们的血管 酸起来都有一千多一条 连起来 都是可以呢 饶地球呢 两个圈半的 OK 可以饶地球两个圈半的 所以呢 塞你的身体啊 其中一个地方啊 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只要你发觉到 你的手有麻痹啦 你的脚有麻痹啦 或者是哪一个地方 很容易麻痹啦 我告诉你 其实那个地方 已经有了 那些症状出现的 OK 已经有了 那些症状出现的 而且好像 脏麻酸痛的问题啊 我告诉你 就已经代表是有的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不能够说 将所有的责任 责怪在那个疫苗的身上 好 我们平时的饮食呢 其实已经 会导致我们身体 产生很多血酸的 啊 OK 马来西亚人 每个每天都有 几乎九个 九十二个人中风 啊 如果不是今天 疫情过于严重的话 我告诉你 你每天呢 包子都有 都会看到这些 这些 这些问题 哪一个地方啊 有人中风啊 哪个问题啊 哪个地方啊 有人心脏病啊 那些都很多的 哦 目前啊 每五个人都有 一个人患上心脏病的 帅血的问题 四十岁以上 所以有时候啊 我也是很害怕的 我告诉你 哎 我有时很害怕 我有时候 啊 心跳 突然间哎呦 为什么跳的一下子 不正常呢 去凉血 哎呦 一下子这么高呢 啊 这个我也是会害怕的 因为我们本身呢 到了某一个年龄啊 真的 好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呢 为什么哈 我今天啊 我吃的油啊 几乎每一天呢 最少都是六包 为什么 因为啊 我 我要注意我的 这个心脏问题 啊 我的心脏问题 其实在还没有接触 这个 啊 雨味之前真的 我是有感觉到 我的心脏有点不是很好 啊 所以自从呢 啊 进入了这个雨味公司以后呢 啊 我就开始注意 所以变成呢 啊 之前所出现的问题 现在已经好像 没有感觉到 有了 啊 而且也忘记了 他 他 就是忘记了 以前有这个问题 OK 已经忘记了 为什么 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所以呢 这个来说呢 啊 就是啊 我们雨味公司的 这个产品 的好处了 OK 那目前来说呢 如果不是疫情的 不是这个 啊 肺炎的问题的话 啊 不是COVID-19的 问题的话呢 我告诉你 现在啊 最厉害的 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 就是心脏病 OK 就是心脏病 啊 其次才是我们的 这个肺的问题 啊 而且呢 啊 这些人口的计算来说 哈 我们都知道 啊 男生 女生 总是男生 比较喜欢乱乱吃东西 啊 女生比较小心一点 为什么他爱美 OK 他爱美 所以呢 他吃东西都很小心 是吗 啊 如果三大明珠的话呢 我们的马来人 会比较多这些问题 因为马来人 你都知道 他们很喜欢吃 煎炸的食物 而这些煎炸的食物 真是那些反式脂肪的 呃 主要的原因 啊 OK 制造反式脂肪的 主要的因素 导致他本身的心脏病的 主要的因素 所以呢 你会有迹可寻 你可以知道的 他们的问题 出自于哪里 你都可以看到的 真的 你是可以看到的 好 所以呢 在这方面的话呢 啊 你们就可以了解到 哦 原来吃什么食物 都会有这样的危险 OK 那其实脂肪 有些人 如果是新人的话呢 呃 其实我想知道 在这里的人 这里的这个人群里面 哦 有 哪些人是新人 如果是新人的话呢 请打666好不好 请打666好不好 你请打666好不好 让我知道一下 有多少个新人在里面 新朋友在里面 打666 好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 其实本身呢 脂肪啊 他们有分两种 OK 脂肪有分两种 哦 一个呢 就叫做饱和脂肪 一个就叫做不饱和脂肪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为什么呢 尤其是新人 尤其是新人 因为新人呢 他们 第一次接触这个油啊 他们很多东西都不懂 所以呢 我们必须呢 在这一方面加以强调 啊 不然的话 里面都是老同学的话呢 我在这方面呢 我就不强调了 所以呢 我为什么要知道 这里到底有多少个人 是新人 新朋友 OK 啊 因为啊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给他搞清楚 啊 这个 脂肪方面 有分这么多种的 这个我必须要强调 为什么呢 要让他更加明白 OK 他吃的油是什么油来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也就是 我本身呢 在这里问 有多少个人 是新朋友 OK 有多少个新朋友 朋友的这个原因 哈 好 那脂肪方面呢 就有 啊 饱和跟不饱和 饱和呢 就是那些所谓的动物脂肪 那些脂肪 那些油哈 放进冰箱里面 啊 冷冻一段时间之后 再拿出来 它是白色一层墨的 啊 那个叫饱和脂肪 OK 不饱和脂肪呢 就是那些油啊 放进去冰箱里面 啊 再拿出来 它还是油 它没有变白色的 啊 那个叫做不饱和脂肪 而不饱和脂肪呢 它就有分 单元跟多元的两种 啊 单元跟多元的两种 多元呢 就是所谓的 必须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 必须的意思就是 我们必须 透过食物摄取 我们的人体 是不能合成的 我们的人体 是不能合成的 不能够自己制造的 必须要通过外面的食物 来去摄取的 必须通过外面的食物 来去摄取的 所以呢 这个必须脂肪酸 就有 Omega 3 跟Omega 6 这两个 Omega 3 跟Omega 6 是必须要从外面摄取 身体 没办法合成 啊 身体 没办法合成 而单元 不饱和脂肪的话呢 我们就是有 Omega 9 跟Omega 7 Omega 9 跟Omega 7呢 是人体 可以合成 就是 我们不需要食物 我们也是 可以合成 问题是 现在的人啊 身体很多坑 很多洞啊 有时候 有时候 能够合成的 也未必能够 OK 也有时候 也未必能够合成 为什么 因为它缺乏 某一些材料 让它身体 自行合成 就好像 刚才我所说的 A加B 等于C C加D 等于什么什么的 那些原因 OK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 也是需要 从外面的 外面的食物摄取 来辅助它合成 来辅助它合成 Omega 9 跟Omega 7 OK 那么这个明白之后呢 我们再 到下一章 那么下一章呢 就是 本身 这个是说 脂肪 饱和的 饱和脂肪 通常都是以 动物脂肪为主 或者是 动物的内脏 为主 那么另外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反式脂肪 其实目前来说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反式脂肪呢 是因为 目前 最伤害我们的身体 不是 这个所谓的动物脂肪 真正伤害我们身体的是 这个 人造的脂肪 OK 人造的脂肪 好 那你要 你就是要看看 以前我们 为什么吃 那个猪油炸的饭 吃这么多 都没有很多 那些心脏病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人 心脏病问题很多 就是 我们吃的 这个食物 进化了 加工了 而加工的 它们都不是 天然的 都是人造的 所以才出现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吃的 一些 食物都不是 我们要吸收的 不是我们身体 需要的 所以它才长一些 我们身体 不要的东西 出来 明白吗 好像杜兰的话 你要吗 你不要吗 所以它就长出来 为什么它会长出来 是因为 你吃了 身体不需要的吗 它就给你 长那些 不该长的 所以这个 也就是代表说 我们要吃 对食物 你就要看 你的身体的变化 就知道了 你要吃对食物 你的身体 才会有 很好的变化 OK 不饱和脂肪呢 就是以食物的 这个亚麻纸油 印加果油 跟动物性的 深海鱼油 这两种 就叫做 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就是 就算你将它 体验成油之后 放进冰箱里面 再拿出来 它都不会凝固的 那个才叫 不饱和脂肪酸 OK 那么不饱和脂肪酸 的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帮你解决 一些不好的脂肪 所以呢 我们把这些 脂肪酸 OK 不饱和脂肪酸 叫做好油 OK 叫做好油 而好油呢 就是排一些 不好的油 好 比如 反式脂肪 那么 这些反式脂肪呢 会让我们身体的血管发炎 那么 我们本身的 这个Omega 3呢 是可以防止它发炎 解决它发炎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本身 如果有这些 炎症的问题呢 我们是可以 透过 这个油 来去解决的 那么油方面的话呢 就是分 动物性 跟植物性的两种 动物性 跟植物性的两种 植物性的 就是指 我们所谓的 这个 亚麻子油 跟印加果油 动物性的呢 就是指 这个鱼的油 鱼的油就是DHA跟EPA 所以呢 你要知道 这个 EPA跟DHA 是动物性的 但是 在这里的话呢 ALA的 这个所谓的植物性的 Omega 3呢 它是可以呢 变这个DHA 可以变这个EPA 但是呢 这个EPA跟DHA呢 是没办法变成EALA的 这个 这个要你们慢慢的去消化 可能你们或许 一下子很懵 不过要慢慢的消化 OK 那么Omega 3来说呢 它是帮助人体呢 调整这个皮肤 心脏 大脑 眼睛 头发 跟其他的重要的器官 这几个器官都是 用这个Omega 3来去保护它的 那我们的世界卫生 世界的这个首席医疗官 Heli Lise呢 都说 Omega 3呢 来自这个细胞膜的原材料 也是人体呢 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Omega 3是人体呢 人类呢 出生到死为止呢 都是必须要的 而且呢 肚子里面已经需要的 那这个呢 油方面的话呢 能够呢 这么丰富呢 我们就要找呢 植物性的这个 印加果油 其实呢 很多人在 这个印加果油 还没出现之前呢 他们都是在吃这个鱼油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放弃鱼油 不吃这个印加果油呢 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很多人发现 很多人发现 那些深海鱼油啊 都受到污染 OK 都受到污染 所以呢 他们才去找一些 陆地上的 这个Omega 3 最后呢 就是给他们在这个 密鲁 就是南美洲的 一个地方找得到 因为他发现到 南美洲那一带的人 都几乎没有什么 心脏病的问题出现 所以呢 他们就在那边 做市场调查 才发觉到 原来他们是吃这种果 才导致呢 他们的身体呢 不会有这些 堵塞的问题出现 所以呢 这个来说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日本的那些科学家 才将这种果呢 带出来 这个日本的那个地方 去栽种 但是日本的地方 因为有湿剂的关系 所以呢 他没办法种起来 才拿到东南亚那边去种 那么在这么多的东南亚地方来说呢 老国的地方呢 种的会比较好 而我们本身呢 的公司呢 就是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呢 去到老国那边做慈善 就是给他遇上了这个印加果油 那么自己本身也试过 就觉得他很好 所以呢 才将他带进来这个马来西亚 将他发扬光大 所以你才知道哈 印加果油这么出名 OK 最主要就是我们这 这五位老板 OK 如果不是这五位老板的话呢 今天呢 你或许呢 在法麻西里面呢 看到你都不会 知道这个原来是这么好 因为在还没有我们这家公司的油 出现之前呢 在很多法麻西都已经有卖 只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 这种果 所以呢 他们都不敢去试 不敢去用 他们只会用橄榄油 OK 只会用橄榄油 但是后来我们的老板呢 在这一方面呢 有多加以推广 OK 多加以推广 也让大家 吃到有那个效果 所以呢 在这短短的四年五年以内呢 开始呢 发扬光大 而且呢 很多商家 因为看到我们本身啊 做这个 产品呢 做得这么好 他们全部开始来去模仿 问题是 他们模仿的是刚刚开始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工艺方面呢 都不比我们好 所以为什么 我们的油 现在已经出现第六代 为什么 之前有写第一代 然后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在研发 而目前在外面的市场的 很多公司的油 他们都是第一代跟第二代 为什么是第一代跟第二代 因为他们 是跟别人是 批货来卖的 而我们呢 是自己呢 栽种 自己呢 生产 自己呢 研发 所以呢 我们的油呢 可以控制得到 它那么的好 OK 就是这样的原因 很多人不懂 这一方面 很多人不懂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我给你知道 为什么 我们会选择 我们公司的油 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科技 已经研发了第六代 OK 就好像今天 我们用的电脑 是Window 10 而外面用的 都是Window 7 或者是Window 6 OK 所以你要用 Window 6呢 还是要用Window 10 你自己做 做决定啦 OK 好 我们的本身的这个 油呢 是来自于老国 我们在老国那边 跟政府配合 拿了2000英模的地 来去种 而且呢 还叫了来自台湾的 一个植物专家 来去负责 管理那个地方 的那些 印加果 然后呢 我们本身呢 也有去过 那个地方 OK 也有去过 那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很肯定 很有信心 是因为 我们看到自己种植的 那些原地 然后我们种植 印加果油的原地 所以呢 我们很有信心 就是这个原因啦 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来说呢 哦 整个过程当中来说呢 我们本身的这个 这个印加果油呢 印加果呢 是没有是化肥的 就是化学肥料 没有基因改造的 没有放杀虫剂的 什么叫基因改造 那你今天有没有吃西瓜 那你今天吃西瓜的话呢 你会发觉到 以前的西瓜 跟今天西瓜 有不同的就是 今天的西瓜 很多的种子是白色 以前的西瓜 很多的种子都是 巧克力色 有没有发觉到 除非 那有些小孩子 他们 不在那个时代出生啊 所以呢 他们不知道 原来西瓜的种子 是巧克力色的 那 本身呢 现在的西瓜 全部都是种子白色 是因为 全部都经过基因改造 明白了吗 所以呢 今天我告诉你 吃的西瓜里面 有十之八九 全部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影响我们的身体的 因为它毕竟不是来自于天然的 所以呢 它就会 会带有一些影响的情况 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基因 这些呢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的 要影响的话呢 我告诉你 会 在十年 五年以后 才出现问题的 OK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呢 我们本身呢 当收成以后 我们将那果汁 憋开之后呢 剩下那个巧克力色的种子 我们在短时间的 三个小时里面呢 马上拿到去泰国 去把它做成这个油 OK 因为老郭 隔壁就是泰国 只需要花差不多 半个小时 至一个小时时间呢 就可以到达 它的边界 去到那个工厂去体验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在短时间里面 制造那个油出来 然后呢 再用新鲜的包装 给它包起来 拿回来马来西亚 再pack过另外一个盒子的包装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你每次呢 吃到那个油啊 都不会超油膏 超油膏 我是在之前 我才学到的 超油膏 广东话叫超油益啊 为什么 因为本身 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呢 有很谨慎的去 给它包装 在它的那个 新鲜的情况之下 给它包装起来 给它保持新鲜 用一定的温度来保护它 所以呢 你喝到的油呢 打开来 都有那个新鲜的果味 而外面很多的 那些瓶装的油啊 都很多都是超油膏 那么就算它来自于原产地 什么的蜜乳也好 什么乳也好 我告诉你 它的味道还是 有这个问题的 OK 因为油啊 不能够有任何的差池 有任何的差池 它就会编织 因为油是很容易氧化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公司 能够说做到第六代 因为它连这一方面的 新鲜度的控制 也做得很好 好 而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我们也不敢去评论 也不也不要去评论什么了 只是我要告诉你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油 就是经过这么长远的研发 才会出现这么优质的产品 好 才会出现这么优质的产品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那么在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公司已经在古赖那边 就是Johor的古赖 已经有一家厂 只是我们刚刚开始做好之后 就出现lockdown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只好一直在延迟着 OK 一直在延迟着 那等到过后 我们就要重新再开发 到时候 可以让大家进去里面参观 这个厂的里面的地方 那么很多人在之前 他们说 我都是在吃鱼油 为什么我要吃英家国油 最主要就是要看 你本身是素食者 还是昏食者 如果是说你吃昏的 那么你吃鱼油 吃什么油都没有问题 只是现在的鱼油 很多都素到污染 我不知道你还要不要 继续吃下去 而且纽西兰的政府 他们有发觉到 很多目前的那些鱼油的养分 跟标签所写的是不同的 不一样了的 而且本身来说 鱼油里面 不是完全100%里面的 soft gel都是鱼油 OK 先给你知道 有70%都是棕榈油 为什么 因为棕榈油的维生素E 可以保护它 防止氧化 防止氧化 所以他们才放这么多来保护它 当一个植物油 跟一个动物油 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自然会产生排斥 所以他们采用soft gel 那个软 gel 才来去保护它 而那个soft gel 绝对不可以放 普通的那些菜做出来的soft gel 因为菜做出来的 那个soft gel 很容易破 所以他一定要选择一些嫩度比较强的soft gel 来保护它 那就是最后选择牛的骨头的软骨的组织 来去制造soft gel 来去保护它 所以吃素食的朋友 鱼油你已经不能吃了 更何况这个soft gel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 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里的给大家知道 然后呢 很多的鱼油呢 都是用鱼头 因为鱼头的那个DHA 补脑的嘛 比较丰富 所以呢 他们才用鱼头 而且呢 很多鱼都是 你都知道了 都是死掉了 死翘翘的鱼才 死了几天 你也不知道 死了一个月 你也不知道 对吗 死了一两个月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这么抽腥胃 因为他们用的都不是鱼肉 他们用的都是鱼脑 鱼头 或者是鱼内脏 做出来 所以腥胃那么重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有些人做代餐 他需要脂肪酸 他放鱼油下去的话 他就够力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鱼油的臭胃 腥胃 会把整个代餐 无论你是什么猫的 维大命啊 什么的代餐 搞下去的话 肯定死定 肯定抽完了 所以呢 为什么一直以来 他们都不敢放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而我们的鱼脚果油 是可以放 就算我们放进去代餐里面 我们都不会有那种 抽腥胃的问题出现 这个呢 就是好处 而且呢 他还可以保存着 我们的这个鱼油 最佳的养分 OK 这个鱼油 他们有的养分 我们都有 鱼油没有的 我们也有 那就是 Omega 6 Omega 9 还有呢 这个维生素E 的成分 那么市面上来说 很多的那些 所谓的 市场的 产品 被香港的一个 消费者委员会呢 展示出来 说 现在很多的 这个产品呢 都有 过量的杀虫剂 所以小孩子 长期服用呢 会 损害他的身体 我不知道 你们的家里 有没有这些产品 如果有的话 你们都知道 该怎么做了 那我们本身来说呢 如果今天 没有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或许呢 还以为 橄榄油啊 或者是 这个 芝麻油啊 或者是 其他的 椰子油啊 都有很丰富的 Omega 其实 如果我们 这个list 出来的话呢 你才知道 哦 原来 Omega 3 在椰油那方面 是没有的 椰油呢 只有 Omega 6而已 而且呢 它大多数都是 数以单元的 所以变成来说呢 椰油 并不能够说 可以呢 解决你 发炎的问题 OK 只有 Omega 3 跟Omega 6 相比的是 1比1的比例的话呢 才能够发挥 它的作用 在这里的植物油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的 最高的 除了 阿玛纸油以外 其他的油呢 都是很少的 Omega 3 Omega 3 其他的Omega 6 是非常多了 你都可以看到的话 其他的Omega 6 都是很多 尤其是这个红花油 你看77.6 OK 红花油 77.6 在这一方面 那么 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要摄取 Omega 9的话呢 你吃橄榄油是最好 为什么 橄榄油 这个79.1% OK 79.1%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 我们这么多 市面上的油 到底哪一种油 有Omega 6 有Omega 9的 Omega 3的 这个 可以给你看到很清楚 如果今天你没有 给它拍起来的话呢 你可以问 你的朋友 或者是带你进来 这个群的人 让 你知道 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颜色的图 会让你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英加果油 Omega 3跟Omega 6 是相比的 一对一的 通常一般上呢 我们要吃 油的话 要容易吸收的话 最重要还是 它的比例 就是一对一的比例 而且呢 科学家的研究所得了 我们身体呢 最好的吸收 就是一比一 以前是一比四 现在才发觉到 因为我们的饮食方面呢 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我们必须呢 要一比一 才能够呢 完全的解决 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的 OK 英加果油呢 它是可以帮助呢 我们呢 消除一些顽固的血管 一些血液的粘稠 或者是内脏脂肪的一些问题 好像你说 脂肪肝啊 那些问题呢 都是可以去解决 不过是需要的是时间 记得哈 需要的是时间 如果是洗身的朋友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英加果油 帮助你的身体 它不是神药 妙丹神药 不过它是可以帮助调整你的身体 它还可以呢 提供一些 胶脂跟软滑度 好像你的关节有问题啊 它都可以去 调理 你的炎症问题都可以调理 消炎方面更不用说 因为Omega 3是负责消炎的 你的脑部问题 眼睛问题 复刻问题 都是可以透过 英加果油的369 或者是Balance的3679呢 解决它的问题 胶原蛋白粘膜组织问题的话 我告诉你 皮肤的问题 所有的都跟脂肪有关系的 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油 给它调理 所以呢 我们的油的用途 是非常非常广泛 而且呢 在这个月来说呢 它是有这个promotion 所以记得不要错过 这个月的promotion 上个月已经做了 这个月呢 真的你更加不用错过 因为下个月 我们也不知道有还是没有 而且呢 我还可以告诉你的 就是现在的 这个英加果油的货 真的是供不应求 真的供不应求 真的是 你从来没有看过 哪一家公司 像我们的这个英加 英加位的公司 那个油卖到 常常端货 常常端货 你可以准备多一点吗 我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要保持新鲜度 我们要保持新鲜度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货 我们真的预算呢 可以做两个月 结果它一个月 把我们消除掉了 消灭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 出乎意料之外 为什么你看 我们的月季 每个月都是 都在增长 是因为 真的 我们的这个油 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 好像新华说的 你要拿来抢的 我告诉你 抢的 而且目前来说 平装啊 都到现在 还是来不及装啊 真的 我本身呢 是每次都是吃平装的 但是公司 现在是来不及装啊 我也不知道啊 是否要过去公司那边 那边 叫他先拿一箱给我 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不过现在的情况啊 你们大家也知道 这个 MCO的问题 造成运输那方面呢 也是受到挑战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希望大家呢 给点耐心啊 毕竟我们的产品 很奇怪 是人家上门来找 而不是我们是去求人家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以前做的一家美国公司 我们要上门 去挨楼倒这样子啊 要做很多的 没有的 现在这个公司的邮啊 是人家打电话给你 为什么还没到啊 有没有搞错啊 到现在我很需要呢 我吃的很 我吃的不够吃 我告诉你 这样子的 OK 这样子的 不是说我们打电话 Auntie Miss Lim 你公司啊 你现在你家里 还有这个食物吗 还有这个营养吗 没有的 OK 没有的 是他们自己上门来叫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与众不同的地方了 这个 久了你们就知道 可能或许有些新的 他们说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 有没有 是不是这么夸张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么夸张 真的是那么夸张 那些 在这家公司 做了两年的 四年了 我们的这个领导人 新花 他在这个 东马那里的 东马那里的 他本身 每次拿的货 我告诉你 好像要用萝莉去摘的 我看到我都 我这么厉害的人 OK 吓到我 被他吓到我 知道吗 要去吃那个 Chen Hawk 云鸟 真的很厉害 他们那边的人 常常追到他 现在你看到新花 你看 为什么这么瘦 被人家追到瘦了 追产品 追到瘦 我告诉你 不单单是 吃18672 我告诉你 被人家追到瘦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我告诉你 现在的pattern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本身 为什么这么好卖 因为我们都是很透明化 我们每一次的货来的时候 都有去做检测 好像这些来说 全部都是每一次 都有做不同的检测 而不像其他的公司 这样子 一张这个 Document 由他开业 到他本身 最后一分钟 都是用那张 没有换过 没有refresh 没有renew 没有 每次都有做一些 好像每一年 做检测 没有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 跟其他人 不同的地方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 游玩一包是3ml 3ml等于3000mg OK 3ml等于3000mg 所以也就等于外面的那些鱼油 6ml的分量 然后外面的鱼油是500mg 500mg 3000就是等于6 6ml 大力的 OK 大力的 而且本身很多的塑胶 都是用流明胶做出来的 流明胶给它包起来 为什么 因为要给它稳定 所以才这样 OK 然后呢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Omega369的成分 是1比1 然后呢 新鲜度 我们是讲 酸价 酸价呢 就是比喻我们的新鲜度 所以有些人 他们是 讲比较是什么 比较是新鲜 新鲜是如何去比较 就是以酸价来做比较 一般上我们是0.3到2 那正常standard是3 我们是比3更加新鲜的 那个程度 比3更加新鲜的程度 而且呢 本身来说呢 如果要等到坏的话 通常是5,6,7 你看外面的 我们也是有做过 外面的一些市场的调查 都有拿一些外面的 一些产品回来 很多外面的市场 都是5,6,7 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OK 还有一个秘密 让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秘密 是让大家知道 是什么秘密呢 就是 我们的这个 因加果油啊 我们的因加果油啊 它的包装啊 是写 3ml 对不对 其实它不止3ml 哈 2.5啊 2.2啊 没有 我告诉你 它其实啊 它是放的 总共是5ml左右 哈 5ml左右 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公司 有多给 没有少给的 你如果不相信啊 你全部滴出来 挂挂挂挂挂挂挂的干干净净啊 你你量量看 肯定超过3ml的 肯定超过的 啊 这个就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我们是有多给 没有少给的 啊 你看我们这个领导 写的3.3啊 啊 我我们这个领导啊 我告诉你 他本身啊 之前啊 他在另外一家公司啊 进来啊 他本身也是有 有有有有有 有去做计算啊 什么他就算得很清楚 因为他面对很多客人嘛 所以他算得很清楚 他很了解 How to tell someone who take cream oil fish oil the intro is better 哦 就是看数据咯 Arina 我们就是看数据咯 啊 看数据呢 我们就就知道了咯 为什么要吃鱼油 为什么要吃印加苦油咯 OK 这个数据 很重要 啊 啊 因为新花他们本身呢 那个地方有遇到很多 算死草的人 啊 你看到啊 在在他的那个地方的 附近呢 他那一区的附近呢 很多草都死掉了 因为都给人家算死了 所以呢 啊 遇到新花 没办法 全部呢 没办法给他算 为什么 因为他更加会算 他更加会算啊 哈哈 所以这个 这个很厉害啊 你会算 我比你更会算啊 所以我告诉你 一三环有一三高啊 一三还有一三高啊 你不要算 你不要说你最厉害 其实还有更多 比你更厉害的人啊 啊 新花就是其中一个 很厉害的人啊 所以其他的下面的那些人啊 没有给他fight啊 没有跟他fight了 OK 好 那么啊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如果是跟其他油来比较的话 我们的这个维生素E 里面其实他不是添加 他在印加果油里面有的维他命E 所以呢 这个来说呢 我们是可以知道 一个果 如果包含了这么多营养在里面的话 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而且呢 他也很容易被人吸收的一些食物 因为 他本身来说 全部都在里面 自然呢 他能够融合 这些所有的养分 OK 融合所有的养分 所以呢 我们吃下去呢 会更加容易吸收 OK 更加容易的吸收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 就是好像包装方面 我们也是很严谨 我们用的材料是LDPE 如果你本身有做塑料的 那些人呢 就知道了LDPE是什么材料 这个呢 专门用于 在这个好像 比较有一些 比较酸性的 像那些番茄酱啊 芥末这些 有刺激性的 这些我们都是 有去考量过 我们有去测试过 所以呢 每一 叫一根一脚步 我们全部都有检测的很清楚 到你的手上的话呢 绝对是安全 不然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本身为什么 会有保险公司 能够接受我们 用1000万 来去做这个责任保险 OK 可以用1000万来做这个责任保险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的严谨 那些保险公司也看到我们公司的认真 严谨 而且呢 他也不会 他也不是傻逼啊 他是可以 他是有检测过所有 他才会给我们这样高的这个保险 保险金 OK 其他的公司有没有 我不知道 有些人为了钱便宜啊 就去就去什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 如果你会算的话 我们公司的产品 更加 更加便宜 OK 如果算起来的话了 而且呢 还有9种不同的收入 到最后啊 我们现在吃的产品 都是免费 有些人说 哎呦 再往些网上找啊 很便宜 我告诉你 很便宜 也没有用 因为我吃的是免费 所以你说免费的好呢 还是便宜的好 我不知道啦 这个你也去想一下啦 啊那我们本身的这个产品呢 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这个欧阳英老师 啊啊 你说哈 你好哈 啊那个欧阳英老师呢 啊去啊证明的啊 也是我们的代言人啊 就是证明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啊是真的很好的产品啊 另外来说呢 还有的就是我们本身 还有很多的一些啊 一些数据啊 什么啊 没有农药啦 没有施肥啦 那么还有呢 经过GMP啦 还有呢 低酸价啦 然后呢 还有人能压的激素啦 40度以上啦 40度以下了哈 然后呢 还有轻震啊 轻震 所以马来人的也是 也是可以吃 所以呢 如果是你本身呢 有了是一些马来人的话呢 啊 赶紧给他 给他 介绍啊 给他介绍啊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避免一点了 啊 就避免一点了 因为现在他们的问题很多啊 所以避免一点啊 那很多的数据 多得不得了 所以有些人呢 他们说啊 你有什么proof吗 你有什么document吗 你有什么证据吗 啊 我们都可以给到他 啊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都可以给他看 啊 除非他本身是 呃 另有企图啦 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 开 看也没有问题 因为曾经有一群 这个广 来自广州的人呢 啊 来去假假的 他本身也是要偷我们的料啊 所以呢 又找那个 又找那 找这个 这样的情况 最后给我们发觉到啊 绝 马上给他断绝 断绝这个联系 啊 因为知道他的问题了 他有问题了啊 啊 所以呢 很多方面 我们也是要预防了 啊 因为有很多 啊 一些另有企图的人啊 现在是想办法啊 要得到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的时候呢 也是要小心 啊 因为有很多 啊 眼睛啊 坏掉的人啊 红红的眼睛的 啊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其实这些食物呢 都是可以呢 直接吃 啊 放在salad里面呢 放酸奶啊 啊 放一些啊 所谓饮料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啊 啊 这些都是可以 让你怎么变都可以的啦 啊 总之吃到里面 肚子就OK了 啊 然后呢 每一个 然后每一样呢 都是啊 就是小孩子来说呢 啊 两岁到五岁呢 都是一个ML 六岁到十一岁呢 1.5ML 十二岁到十八岁呢 两个ML 十八岁以上呢 是三个ML左右 啊 一包是三ML 所以呢 你看哦 啊 你怎么去分配你的啊 啊 这个量给你的孩子 啊 除非他本身是有一些特殊的问题 啊 有特殊的问题的话呢 啊 你多给他大量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到某一个时间 你要停两三天 或者是一个礼拜 让他的身体慢慢的去消化 因为呢 毕竟小孩子的这个五脏六腑呢 还没健全 啊 一直到十四岁 他能够才能够健全的 啊 所以呢 这段时间啊 看情况来放那个量给对方 好 啊 因为有些小孩子呢 他平时读书很不专心 所以时常给老师complain 那么后来就是吃了这个油之后呢 啊 他的成绩越来越好 啊 油成绩当红色的字 就变成蓝色的字 啊 小孩 啊 那个老师也没有在complain 他读书不专心啊 跟隔壁的人讲话 没有了 OK 已经少了 啊 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集中力 啊 因为本身营养不足 啊 也是因为妈妈怀他的时候呢 不够 这个所谓的 啊 营养 啊 所以呢 妈妈啊 啊 如果那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读书 不专一 啊 想东西 想的不是很什么的话呢 就要不要打他 不要骂他 好 要打打自己 为什么 因为自己不够的营养给他 啊 所以呢 记得哈 这个方面就是要知道怎么去给他 啊 补充营养啊 啊 与其补习啊 倒不如给他补营养啊 好 有什么人不能吃啊 对化身过敏的人呢 啊 喝油会拉肚子的人呢 啊 会起红疹的人呢 或者是呃胃痛的人呢 这些不是不可以吃 只是说啊 要让他适应 毕竟呢 这个油是好的 啊 那么坏的油 我们吃了这么多公斤了 为什么我吃一点点油就这么多问题呢 是不是啊 有些人他们还complain什么 还complain说 啊 哎 我为什么最近肥肥很多哦 是不是你的油 吃到我很肥啊 你要知道 OK 啊 我们3ml的油 不可能增加你3公斤的脂肪出来的 OK 我们没有像那个棉花这么这么厉害 这样一直发发发发 没有哈 啊 所以呢 你也必须要了解 OK 你本身 突然间会肥的原因 可能本身是因为 他将你的这个内脂肪 慢慢的溶解 然后呢 排出体外的时候 必须靠你的运动 给他带出去 啊 所以呢 这段时间呢 就要靠你的运动 跟喝多多的水 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啊 而且呢 本身呢 需要的时间 啊 所以你不要怕 啊 知道 哎呦 为什么这么肥了 哇 很担心 啊 啊 这个问题 啊 你不用担心 啊 如果你要真正的解决你问题的话呢 在这个月六月份 啊 记得啊 参加这个18672 因为这个18672的话呢 真的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福音 啊 就是他们所谓的一些见证 好的见证 啊 好的见证 上一次 上一轮做这个18672的人呢 总共有4000多人 4000多人 各位朋友 啊 如果你 你这次做的话呢 我不知道 你是否都在这4000人的里面 啊 总之怎么样都好呢 不论怎么样都好呢 啊 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啊 啊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课程呢 啊 让你更了解 有关于这个18672的这个 啊 啊 这个 疗法 这个活动 啊 而且呢 我在之前呢 上一个月 啊 28号 都已经有讲 这一方面的这个 啊 这个课题 啊 你可以上YouTube那边去找哈 啊 OK 那么这一方面的话 你看了 我们本身的Omega369呢 都是可以呢 啊 合成你的这个啊 细胞膜啊 形成你细胞膜的构造 合成你的这个荷尔蒙啊 提供能量 运送那个脂溶性的ADEK的维生素 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啊 成为你大脑的细胞的主要成分 啊 就是靠这个Omega369 啊 那我们本身的公司 啊 能够呢 被外界呢 啊 拿了 就是说给了他的 给了我们这个奖呢 啊 一定是有原因的 哈 凯模奖的意思就是说 模范奖 是值得其他的企业学习的一个 啊 典范 OK 所以呢 啊 你说 能够呢 啊 让其他企业来去学习的 学习的 我们是什么公司 啊 你应该心中有数 啊 那马来西亚的直销工会 新加坡的直销工会 我们都在里面 因为这些直销工会呢 就是 看你有没有做错事情 啊 OK 啊 有很多人呢 知道自己做错很多 所以不敢进 啊 有些想进 也没办法进 不是随便都可以进 啊 所以呢 这个啊 就是证明了 给我们的一个什么 信心 OK 那其实本身来说呢 最后啊 因为时间 你看我 我每次讲 讲到 哎呀 超出时间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麻烦大家啊 啊 给你耐心啊 那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平时哦 饮食方面 睡眠啊 运动啊 情绪啊 这些都要均衡啊 啊 不只是单单说 说要靠这个饮食方面啊 啊 其他方面都要均衡 就好像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 啊 这些啊 一定要均衡啊 啊 那么只要呢 有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习惯啊 很好的睡眠啊 啊 那么平时的固定时间的运动啊 良好的情绪的话 我告诉你啊 就算今天 到处都是病毒 啊 你本身呢 要感染的话呢 啊 并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你的抵抗力问题 就算被感染 也不会这么容易有问题 因为你的身体的强壮 好 最主要是这一点 哈 OK 好 那么 啊 记得 啊 我们吃 什么都好 都要用时间 啊 你的问题 不是昨天得到的 OK 是你累积了五年十年 才得到的 所以呢 你今天 也是同样的 要调整你身体 也需要差不多这样的时间 啊 不过三个月以内 都可以给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啊 无论怎么样都好 我们只要有时间 去慢慢的调整的话呢 你的问题 怎么样都好 都会去 都会去 都会解决的 都会解决的话 最后的话呢 记得 好 怎么样都好 我们的硬价果油 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E 那么还有呢 这个所谓的 Omega369 还有呢 植物固醇 啊 这些所有的养分 在一个果子里面 真的不简单 啊 因为这些呢 能够呢 能够调整我们的身体的 那个所谓的 啊 心脑 心脑血管的问题 啊 所以呢 各位朋友 还等什么 哈 就让我们来拯救你们的血管吧 啊 OK 那么我就 呃 讲到这里为止了 啊 好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有很多的一些 啊 很多的一些一些一些见证出来了 一些所谓的问题哈 一些问题出来了哈 OK 我们现在开始了 趁着这个时间 一些短短的时间 我们给大家 发了发文一些问题 啊 如果本身呢 写很困难的啊 你在旁边 打一个手出来 我可以给你开那个声音 哈 让你去回 啊 去问 发文一些问题哈 OK